蓝先生 王姬兄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们形象好 千万不要念我写的东西啊 我倒要看看你哪来那么多话 非写不可 王姬 念出来 是 蓝 怎么了 他 算了吧蓝先生 还给我吧 千万不要念啊 你既敢写 就不要怕被念出来 你自己念 念完 叔父 他 好吧 蓝湛 忘姬兄 我错了 我知道你很想要我的墨宝 所以才每次都结我写给别人的纸团 因此 这张字条是我特地写给你的 你 虽然我有错 但你也有错 若你想要与我做朋友 应该直接说出来 而不是以这种方式吸引我的注意力 这样吧 倘若你下次不结我的纸团 我便带你去你家后山打山鸡 有什么好看的画本 并会与你分享 上次你打翻了我的天子笑 我也不计前嫌了 今天就带你去喝酒 总之我有的都会分你一份 所以你别生气了 也别再结我的纸团了 你走口 读完了 忘姬兄 你出去干什么呀 是字条你不掉了吗 你自己留着吧 无药可救 无药可救 伟无羡 你给我 你给我滚出去 我不认识这个人 好 我只有滚 兰湛 等等我 阿 你 没什么 哈哈哈哈